看到谢天华单膝跪地 陪素人小男孩玩耍 我才知道 港青艺人的业务能力有多强 前脚舞台上玉树临风 后脚厨房里扇风点火 大湾载餐车终于开档 由于手不受伤 谢天华只能退居后隔期接待时刻 看着十几个渴望用餐的眼神 谢天华急忙提出完抛水瓶的游戏 一个六岁的素人小男孩自告奋勇 谢天华并单膝跪地和他对决 期间他还转移小男孩的注意力 直接把瓶子立在地上 这颗耍赖的举动令食客们轰然一笑 更是缓解了大家等待进食的交集心情 但是客人太多无法翻台的问题有接踵而至 于是谢天华就去每一桌询问情况 客人吃完不走 他就识人说话的易说 到了下一桌 他又用关爱的话语 温柔地劝走了一堆心 凭借着磕磕绊绊的港谱和极尽丝滑的语言艺术 他终于成功劝走一波客人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聚焦号 然而客人落座了 主厨陈小春为煮面烧的一大锅水却怎么也不开 三点吃吃不上桌 客人也开始催单 就是张志玲集中生志 那我们先去唱一首歌吧 于是几个大湾区哥哥站成一排 张志玲解释原因 陈小春低头道歉 然后为大家送上了一首语语金曲 万水前身总是情 唱完一首歌 陈小春又赶着去煮面 其余三位哥哥工作起来也是不遗余力 周博豪和林小峰忙中带粉 上菜擦桌子不在花下 吴卓西买头做菜 保证食物供应 顾客不满 他就送菜仪表歉意 顾客夸奖 他也会再送一份仪表歉意 面对危机不慌乱 处理事物不扭捏 随之随地就裁意 大湾区哥哥的业务能力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 在他们身上 我更是看到了经过生活历练和岁月沉淀后的最好模样 你期待大湾区哥哥们的下一站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